南投县各界在忠烈池举行110年度秋季抗战阵亡将士 训难官民济公济南投县应公训职战事典礼 副县长陈正生代表县长李明珍 率南投县各界代表齐聚忠烈池与遗族一同上香 追思缅怀先烈精神典礼隆重 秋季典礼由陈副县长担任主记者 议员尊正言担任旧仪官 县府民政处长吴彦霖 南投县荣民服务处处长邱琪贤 南投县后备指挥部钟孝吕顺兴 南投县兵队队长陈玉明 以及县府单位代表参加祭典 陈副县长表示 南投县一年来都有各界代表来参与军人节祭祀活动 在忠烈池英勇战士都是抗战时期阵亡官兵 期待国军可以守卫家园 让人民生活更幸福 今天九三军人节我们南投县历年来都有一些过界的代表来参与军人节的攻击大典 那我们也了解我们在钟立池的英勇战士们都是在抗战时期阵亡的战士 以及新岸的官民 还有同时也击败我们南投县英工在载子 新岸的人员的一个仪式 所以今天典礼虽然很短 不过仪式都是非常慎重 我们也期待国军官兵能守护家园 让我们人民生活上过得更快乐更幸福 曾议员说 在城府县长的带领下 各界在九三军人节这天 来到钟立池为将士先烈至上最高敬意 年怀先烈过去为国家的牺牲付出 呼吁大家一起重视保家卫国的重要性 今天是我们九三军人节 我们这个先前烈士 应该说没收到构金的卸命 都在我们的金融政策 为我们国家的辈子的生活和卸命 习生到构金的卸命 甚至我们这个先前烈士 都是应该说 真青年 真日头等你出的时候 就为国家来典礼 抗战烈士 输我们所有的国军 所有的全国的国民 尽上最高的敬意 今天我们的官政府 准备很多竞聘 先发和做水果 把我们先前烈士 来这里竞拜 这是代表到我们官政府 对我们先前烈士的一个尊重 国家很多好朋友都来参拜 在这里也叫我们全国 竞争节快乐 事事如意 这一次典礼 一群鼓礼 由陈副县长 行上香 献花 献茶 献果 中人向已向行三菊公礼之后结束 过程简单庄严 记者陈云正南渡市采访报导 大副县长 大副县长